腰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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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的時候都是這樣抱她 我以為要不要 不要碰我啦 妳這樣是打我嗎 妳這樣是打我的意思嗎 不能打你是不是 不能動手 好 不能動手喔 是什麼東西啊 你是他男朋友 他沒有跟我講說他有男朋友 現在你知道了 那就把我當作備胎囉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什麼備胎不備胎沒有 妳是一個備胎 備胎 你閉嘴啦 我為什麼要閉嘴 我老婆說你還不知道在哪裡 那要怎麼樣 對啊 那要怎樣 他現在是 是你的嗎 你選擇啊 你選他還是選我 那到底選擇誰 走開啦 不要推他好不好 現在什麼情形啊 你只是備胎而已 你幹嘛推他啊 他說我女朋友啊 女朋友要幹什麼 他不是喜歡哪一個啦 心裡有數啦 你又知道了 幹什麼事啊 推什麼會啦 不要這樣啦 不要推 要推哦 要怎樣 什麼事啊 我三男朋友啊 男朋友備胎而已 碰什麼 好 等一下 好 選妹出去會這樣子抱來抱去的 對 這樣抱來抱去 你幹嘛 不要再讓你家狗出來背啦 你再說一次 不要再讓你家狗出來背 我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那不能 那要怎麼看啊 再說一次 不能 不能打架 不是打架 幹什麼 分手的一台 FIRE 分手的一台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是話不說不明 人的一生當中裡面有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三位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兩姓作家 呂如中先生 凡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呂如中 好 第二位介紹的也是我們兩姓作家 黃子榮小姐 凡哥好 大家好 我是黃子榮 第三位介紹是我們的名節目主持人 小鐘鐘哥 大家好 我是客家愛歌小鐘 同志國太太 沒發的情 什麼的情感傷感天 大家不要繼續吵 慢慢的感情就會變好 好可憐 第一次在我們分手擂台的一開場 感覺嚴肅不見了 歡樂來到了 這就是我們小鐘哥 神理神經的不要理他好不好 好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首先介紹這一位委託人 陳建宗同學 來 好 這一位陳建宗 目前還是個學生 你好 好 會不會唱這個 統三過台灣這首歌曲 不會 不會喔 不會唱 沒默契 你看 好 自我介紹一下來 陳建宗 大家好 我叫建宗 我現在念大事 然後我有個女朋友 他叫廖維涵 那我今天要委託的任務呢 就是我覺得他太花心了 他太濫情了 濫情 然後他穿著的衣服 竟然還很暴露 都沒有穿內衣 然後他現在 還有就是前幾個男朋友 他都跟他來往 然後竟然都沒有跟他斷掉 也沒有當面拒絕 他今天來控訴的原因是 女朋友的花心的部分裡面 前面好幾任的男朋友 到現在還依然還有相處就對了 所以心裡很不過癮 對 好 現在目前面臨到 稍微要分手的這種階段了 所以今天委託我們這個節目 來釐清任何一件事情 所以女朋友叫做 廖維涵 一起來歡迎廖維涵 來 廖維涵 對 什麼叫我不穿內衣 什麼叫我花心 什麼叫我濫情 妳現在有沒有穿內衣 我不喜歡穿穿這個是要穿內衣 你知道後面有兩條肩帶 給誰看啊 反正妳有穿外套啊 外套又怎樣 那我一定要穿內衣嗎 妳為什麼不穿內衣 妳想要給誰看 不說我要給誰看 好 所以兩位請坐 好 所以妳要今天來控訴的 來 從哪裡開始來 她太花心了 太花心了 從哪裡花心 妳敢說 我現在是不是只有妳一個男朋友 那妳以前的呢 以前是朋友 那我為什麼要跟她出去 為什麼妳要限制我 跟別人朋友的生活 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她以前在妳之前 交過很多的男朋友 而且她每一個都換得很快 那妳幾年了 妳現在跟她在一起幾年 半年 半年的時間 有啊 表示她最後都終結在妳的身上 妳很糟糕啊 可是我怎麼知道 我什麼時候被她淘汰 所以妳對自己很沒信心 沒有信心的原因 因為建宗也快要當兵了 是不是 大學完了以後 就要當兵去了 所以妳在這段時間 很心理上 不知如何是好 那到底 她到底以前交過多少 多少個男朋友 她以前交過六個 你知道的是六個 對 妳能不能簡單幫我們說一下 這個她部分的這個男性的部分 讓妳很看不下去 到底什麼事情來的 她最早以前第一個男朋友 現在竟然還回來追她 她還跟她出去見面 那竟然她沒有拒絕 那是為了什麼 我那沒拒絕 我跟她做先當朋友 第一個男朋友叫什麼名字 小白 小白 交往 妳跟小白交往多久 快半年 也快半年了 為什麼分手 因為那時候我懷疑她 有跟別的女生就是亂來 亂來 妳現在還想要複合是不是 不我這樣說嗎 小白她有表現出來 對妳還有追求的意思嗎 有嘛 對不對 那妳怎麼還要再看她出去呢 這位老師 你很生氣 你等那個當事者說有再說有 我們不要直接自問自答好不好 對不對 妳跟她到底有沒有關係 有嘛 妳問她有沒有 還有沒有這個關係 還有沒有給小白留下 一個男朋友的空間 我就說了就是朋友就對了 那我為什麼不跟她說妳有男朋友 妳有沒有跟小白講說妳有男朋友 有沒有說過 我不記得 不記得 忘了 一切都忘了 但是小白有來 一起來歡迎小白 還敢來 好,小白 小白,你好 小白,你好 你好 你就是他們口中的小白 是 你是我們韋涵的第一任男朋友 好,小白來告訴我們 在這一段時間 你認識建宗嘛,對不對 你也知道他們兩個交往嗎 我知道建宗這個人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他男朋友 你不知道他是他男朋友 對 你告訴我什麼時候你才知道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今天 現在 因為我到現在還有跟他聯絡 他都沒有跟我講說他小白 我現在跟你講我就是他男朋友 你不要再笑想 我笑不笑想干你什麼事啊 我現在就是他男朋友啊 那你要問他啊 看他選誰啊 小白,你後來追求他的時候 你沒有發展任何的 比較親密的行為 或是你有做任何的追求 有啊,我出去的時候 我都這樣玩著他 怎麼樣 揉著他 我出去的時候都是這樣抱他 我用說不要 你們已經結束了 你不要碰我啦 你這樣是打我嗎 對 你這樣是打我的意思嗎 不能打你是不是 不能動手 你什麼東西啊你 對 可是不能動手 我們現在就在妥協這件事情 我是他男朋友 他沒有跟我講說他有男朋友 現在你知道了啊 那就把我當作備胎囉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什麼備胎不備胎沒有 你只是一個備胎 備胎 我只是備胎 是不是 你什麼都不是 你閉嘴啦 我為什麼要閉嘴 我老婆好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咧 那要怎麼樣 對啊,那要怎樣 他現在是屬於我的啊 是你的嗎 你選擇啊 你選他還是選我 你到底選他還是選我 為什麼一定要選擇 我跟你說他現在是男朋友 你是我朋友 好,這一段時間 很希望跟偉涵複合就對了 是啊 那偉涵也沒有拒絕你 對,我一直在等他答案 來,小白先回座一下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來,偉涵,你也請坐 來 我們的見忠也請坐,來 見忠,這個是最生氣的一次嗎 他跟以前的男人都還有來往 就是五任當中的男朋友 都還有來往 不是只有小白而已 什麼叫來往 什麼叫來往 對,我只有跟他通電話而已 這樣有什麼嗎 那有什麼的 皮夾裡面都還有他的照片 只是沒有拿出來而已 這樣很重要嗎 你說他的皮包裡面 都是男朋友的照片 對 你不能光說 好,我借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真的都是... 這麼好一點 好,讓我們的陪審團也看一下 男朋友都滿帥的耶 對 好 有沒有你的照片 沒有 從頭到尾都沒有 你有給過我嗎 為什麼不自己拿去洗 現在誰在洗照片啊 重點是 你會把別人的照片留起來 你們兩個之間 居然沒有任何的照片 那男朋友都有大頭貼啦 還是有啦 只是說建宗很受不了 他連日記裡面都寫 他想著誰,想著誰 那我呢 我算什麼 你為什麼又看他皮夾 又看他日記 對,你真的很不相信他 關心我是這樣關心的嗎 我都沒有跟你說嗎 難道你就沒有看我日記嗎 你自己拿給我看的 日記本又帶來了嗎 日記本在這裡 怎麼都有 好,沒關係 日記本,來 你請坐 好,這個就是 就確認是... 來,韋涵是你的日記本嗎 是 是,可以看嗎 現在說不行有用嗎 我們都被修理了 對,現在說不行有用嗎 看你們這幾個評審 陪審團一副就想看的樣子 就讓你們看嘛 我為什麼那麼愛你 我只想靜靜的離開 你卻從背後拉住我 你並沒有用力 怎麼我感覺那麼痛 多想說沒關係,我還愛你 但多一絲的力氣都擠不出來 曾經答應不再做的事情 你現在卻做得不想放棄 愛你愛到了沒自己 好像也沒關係 認識了小盛 小盛 然後也認識了某個叫做 什麼傑的大好人 他們都是瘋子 然後整天都翹課 然後很多很多的心理的感覺 等等... 對 好,寫的有很多 但這個建宗 曾經看過他的日記本 所以發覺說 裡面寫了這麼多 都還有這麼曖昧的詞句 讓建宗很受不了,對不對 他跟第二任還會一直上MSN 然後兩個聊天 然後他會出去吃飯 第三任是他軍中的學長 然後他進去因為兩個人 然後還為了他 兩個在那邊爭鋒吃醋 然後還打架 第五任呢 第五任是他 怎麼樣討厭他,來 他就是每天還會想著他 一直跟我講他的事情 連做夢都會想著他 你又知道 那我為什麼要喊他的名字 做夢 然後最後一個啦 你不要吵啦 小白 他如果真的喜歡妳的話 就不要跟我們出去了啦 還敢在那邊笑我們 好,小白很生氣 越聽越多認齁 備胎的那個備胎越...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說 妳還有其他男生咧 我必要跟一個朋友講說 我有其他男生朋友嗎 那妳幫我出去幹嘛 跟朋友出去有錯嗎 那我最求妳的時候 妳怎麼不講 妳為什麼不乾脆拒絕我 就算了 我是不是跟你說做朋友就好 好 是誰一直在那邊落力巴縮 那我抱著你的手 你為什麼不好推開 你有抱我嗎 我有幫你推開耶 到底選擇誰 偷開啦 要推開好不好 現在什麼情形啊 你只是備胎而已 你怎麼推他啊 他這種女朋友啊 女朋友要幹什麼 他比較喜歡哪一個啦 心裡有數啦 你又知道了 犯什麼事啊 推怎麼推啦 不要這樣啦 不要推 要推哦 要怎樣 你又要怎樣 你不要碰他 我跟你講 我三男朋友啊 我三男朋友 背他 痛 好 等一下 好 好 你有怨恨假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 情侶夫妻婆媳 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 超不痛快 可是要再續前緣 言歸於好還是分道揚標 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 0277063888